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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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郭勝宏 我們今天要來畫的是市長官邸 市長官邸1940年代蓋好之後 歷任的台北市長都會居住在這邊 一直到1994年為止 這個街屋 這個日式的建築 它是和洋混合的建築 因為早期日本人受西方文化的影響 他們在裡面也會放進了一些 像是沙發之類的一個家具 所以這個建築算是蠻特別的 那我們就走吧 一起去畫畫 對了 記得喔 請訂閱我和分享 謝謝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來畫的是這個市長官邸 那市長官邸呢 這個建築呢 它其實是一個日式的建築 那基本上 以整個架構來說 跟我們澳洲的一些 畫一般的建築上面 蠻常見的 也都是以木造的樣式為主 那這樣的建築呢 其實有好有壞 怎麼講呢 因為它非常簡單 很容易入手 但是相對的 在繪畫的過程當中呢 你會發現到這樣的建築 好像畫完之後 就沒有什麼 可以再去表現的部分了 它比較不像一些 巴洛克式啊 或者是洛克克式一些 古蹟建物喔 他們有很多的雕花裝飾 所以呢 在繪畫的過程當中 那樣的建築 你就很容易去下手 而且入手的時候呢 除了結構完整之後 你的那些裝飾物都會讓你畫面上 帶來更充分的效果 而且更充分的視覺感受 那日式的建築呢 因為日本的風格都是極簡風 所以呢 我們在繪畫的過程當中呢 都會比較容易 畫完結構之後 就不知道還要畫什麼了 所以在畫日式建築的時候呢 請務必要跟前方的一些植物 還有這個後面的樹 做一些搭配跟組合 它才能夠讓畫面更加的豐富 好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來畫 那我們 開始畫的時候 第一筆呢 先定出 定出什麼 定出前面玄關 剛剛講的玄關的那個三角形 注意這個三角形呢 是比較 比較 壓縮壓扁一點的三角形 所以大家在畫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來 三角形定出來 好 好 有 好 滿有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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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一下,各位比較辛苦的地方是這裡會有烏瓦 所以請你務必一片一片畫完 這裡會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日式的建築 它比較簡單,比較單一 所以它在變化上面 你會發現比較沒有密集的部分 它不像一些巴洛克式的建築 它有很多的碎花裝飾的部分 所以它會讓物體產生它的質量感 各位注意一下,一張畫裡面最一定要有什麼 一定要有一個部分是比較密集的 畫得比較多 畫什麼不重要,但是比較多這件事情很重要 在畫後面的主屋部分 在畫後面的主屋部分 就可以我們剛剛看到的 剛剛講解結構有注意到 烏瓦的部分 那當然這邊有一棵樹 我們剛剛漏掉了 我們再補上去 補上去 好,主屋的烏瓦的部分 那 那 在畫面的部分 所以日本式的房子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部分剛剛老師在結構的時候都有在加強提醒 然後我們才是往下走 來這邊有一棵大樹 剛好破掉我們建築物 遮蔽我們建築物 各位都會有一個問題 遮蔽建築物這些房子屋 那我到底要不要拉過來呢 因為你明明還看得到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遮蔽你就直接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不需要再去細節割它 其實那樣子反而會造成你的畫面上面的一個淋亂 我們樹就樹 房子就房子 5瓦就5瓦 整個是一個層次堆疊出來的 所以不需要我這邊在隱約看到 我就這邊再加烏瓦然後再畫出來 這樣子其實對畫面來說 是一個很凌亂的比較不好的部分 好 1 1 2 1 2 2 3 4 8 9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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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基於下面這條底部這條線怎麼處理呢 跟各位解釋一下 線你可以畫 但是千萬不要一筆到位 就是一次到底 用斷序的做就可以解決了 不要最機會是一條線 一條線一筆過去 這樣子畫面上面會比較不好看 那我們再做一些細部的修整一下 我們再做一些細部的修整一下 有兩棵大樹 那它左右的這一邊 這裡也有樹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頸 給完整的全部都把它放進來 我們就把剛剛的兩棵大樹給加進來 好 樹幹的部分 各位由自己去發揮 自己去發揮 那基本上呢我們可以從觀察上面 可以得到兩棵大樹的一個 錦枝的樣子 來 大樹呢 因為是大樹 所以我們就盡量把它畫大一點 好 好 好 可以 好 好 說 和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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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